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年工作中 我今天工作已经三十一年了 在这三十一年中 乐趣比较大 苦大于乐 乐平等于苦 也就是让我在生活中既有效 也有开心 也有快乐 我既然在学 我一定要学出一个名堂 走出去自己的一片天 这个菜呢 我们是融合了约式的清整鱼 和穿式的糖醋脆皮鱼的手法融合来做的 这个菜最大的量点就是不去家 就吃到它脆的那种感觉 腌制鱼这个东西啊 一定时间要够小不 这个鱼的这个腌制它靠的时间 你说几分钟不可能的事小不 你至少要腌到十分钟的样子 所以它的味道有点出来 这样的话它能够去到心 才体现到这个酱葱发挥的作用 今天这个鱼呢 我们就用这个传统的豆瓣来做 传统的豆瓣做呢 是烧豆瓣好的 你看哈 看到没有 这是八盐采竿的豆瓣 还有十盐的 十盐的就跟它黄金一样 它越老越香的啊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存用它 还要搭配那些东西 菜是以香味做 而有一个麻辣 麻辣只是我们川菜的一个风味 就是特色 但是如果去掉麻辣 怎么办 我的菜品研发这一块 我会针对麻子 因为麻 是我们川菜具有近三千元的历史 这个辣椒也就三百元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菜品 应该在麻做一些个性的一些研发 看哈啊 这个菜通过我们昨天今天测试 基本成型了 这次比赛呢 我们就这样这个弄的 只是把味道给换啊 啊 菜的形式 这个菜就是保持它脆 带甲 刺 就是这种口感 就行了 好吧 整体来说搭配 没有问题 只是我在比赛的时候呢 可以把籽 弄个漏子 把它嚼了走 它出来好看些 如果是我们这种粗菜呢 就直接嚼的时候 看到这种效果就行了 进入开发菜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菜品应该在麻做一些个性的一些研发 应该在2012年的时候我研发了一道菜 就低温的 就跟到现在的扣肉差不多 就是以麻味为主 当时我做了一个低温 就是跟到分子美食的核心技术 低温烹饪 用蒸扣肉的方法 来做了一个花脚的扣肉 那个味道非常好 用倒茶会用筷子一剥就散了 而且低温8个小时 那个肉刚刚好 而且也非常弱味 未来我还会在这个马上做工夫 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和菜品研发 所以在近深眼中 我看了基本估计 特别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实在工体 因为平时还跟了很多老前辈在沟通 他们把原来那些很多经验 很多原来的存在器 很多老前辈的一些存在器 带给我们听 其实在这些存在器 还有实在工体这本树里面 基本上把我们川菜那么耐力 最后那么发展的 最后那么定性的 实在工体这本树里面 我深刻的阅读之后 我就有一个想法 到底是麻辣成就了川菜 还是川菜点亮了麻辣 就是师傅你我今天特意来也是想跟你沟通一些 比如过去的一些怀旧的东西 包括以后怎样以心意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 所以说过来的单独来找你 还请教师傅多多指点指点 好 反正就是坚持一些自己个性的东西 还有就是没得是夺去考察考察 特别周年民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地方的才是轨迹的 有些东西是要靠我们自己去 时间才得行 要这么多样走过来 到底都是一样的 不是哪个天生来就会的 要靠自己摸索 其实川称我觉得 川称还是靠的是老前辈 千百年来救他师弟 把宝贵的这种知识和资料 留给我们后人 留给我们后人 就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慢慢的领悟 还有就是救他师弟来做事 通过我们千百次的菜品 不同的祝货 来创新来创成 还是要感谢师父在十年前 在一次培训上 我认识了你 因为当时我觉得 在写意新穿菜这方面 我感觉 确实是我们年轻人 该走的独行 也很感谢就是师父当时收留了我 有今天这样子 还是要师父的引领下 这个是相辅的 相辅长的 我相信 穿菜的未来 是走得更远 走出四川 走出全球 为啥 只能这么说 因为我刚才聊到了 穿菜 它特有的味性 是另外才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穿菜 通过这种 技术二十十位的配合 我相信我们穿菜 能上更高一个层次 而且让更多的大众 他也能看到我们穿菜 是年轻人这一代人 都在路里 把穿菜推向更高 每一颗有梦的种子 都需要用心被呵护 用爱去浇灌 才能生耕发芽 茁壮成长 星星之火 足以雕圆 在一代又一代 心怀梦想的 川菜人不断努力下 川菜的发展 终将生生不息 终将生生不息